现在你教小朋友玩篮球对吧 对 教孩子最难了 跟我那嫂子每次都演 喊着我谁打都不行了 你怎么教他们二三十个孩子 那要是二三十个熊孩子 你怎么办呢 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厉害的 但是一开始还是希望用篮球啊 吸引到他们的目光 以后你再对他们凶点啊 他们就听你的 但还是希望把他们当成朋友 上课的时候比较严肃 下课绝对是朋友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朋友 有很多 但是比较深刻的 比如有一个小朋友叫高陈宇 一年级就那么高 五年级还那么高 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年级才这么高 五年级就那么高 我们感觉 对 变成华尔兰球长个 家长都疯了 拼命要练 我今天看到我们那个观众席 来了一群特别可爱的小观众 这些小朋友们都是你的学生对不对 对 都是我的亲爱的学生 听说今天是要给我们带来表演的是吧 是的 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上来吧孩子们 哇 下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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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回家回家 把作业完成啊 好 拜拜慢点 过往路慢点 拜拜 大家做的是我街上好不好 我就是韩教练所说的五年级一长各没长的高尘 就是你啊 哎呀 我本来特别想问韩教练都教了你些什么 你刚刚通过就那一句 我就发现韩老师把他所有的幽默感都教给你了 你就是那个到了五年级还一名二三的是吗 不 一名三级了 一名三了 你觉得韩教练平常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小孩子 他像小孩子 那你呢 更小的孩子 小孩子教小小孩子好玩吗 挺好的 小孩子凶吗 还行 有的时候凶 他凶起来什么样 就是闹两句 或者有的时候就会发怒 会揍你吗 做不好动的时候 有可能会 有点 说完了还回头 特别胆怯的看了一眼 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我的教练 我觉得他特别凶跟狼一样 你两个学什么的 花式篮球啊 是吗 你觉得你教练厉害吗 你怕他吗 发怒的时候会怕 你觉得他是更像哥哥呢 还是更像爸爸呢 还是更像爷爷有点他 兄弟呢 兄弟 兄弟 那我问问韩教练 孩子频繁地提到了三次 发怒的时候 我是有点怕的 你大概都会因为什么事发怒 比如说你想去表演 想去有自信 但是又没努力 有时候我会发怒 但是那个发怒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假象 知道我的威严 要不然二十多人一起说话 你镇不住 有时候也挺麻烦的 是为了让他们学东西 小朋友跟你学完花式篮球之后 都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们心里都有对方 他们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再一个就是他们敢于面对困难 通过篮球能找到自信 这是最大的变化 是这样吗 真的 那你跟教练拥抱一下吧 哥们 谢谢 回到小伙伴当中去吧